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非常快乐 因为我这辈子几乎什么都试过了 这是怀孕的女生 没有那么亲密的聊天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得的经验 跟一个孕妇这么亲密的 你们把孕妇看成特殊人群了 其实孕妇就没有任何特别啊 怀孕又不是 有啊 比方说假如我现在感冒 我突然咳嗽打个喷嚏 我就很怕 因为影响你无所谓 所以你们是对我的尊重 我明白了 对 包括这个孕妇在旁边抽烟 我们也不敢 你在妇女 任何人旁边抽烟 你都不应该吧 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 我觉得我有一个 我曾经假想过一种 就假如说 我暗恋的一个女的 或者说就是我 我喜欢她 她呢 跟了别人了 这也许我还对她保持着 这种一个爱 但是我觉得到什么时候呢 我假想啊 就是到我看她肚子大起来的时候 我这份爱就绝根了 是因为你觉得她的 她就打上了别人的烙印了 对不对 这个感觉 我觉得你是 觉得这东西被人用了 你还是反而无论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我真的刚相反 假如我 就是更加想当她爸 是吗 对 它是变成另外一种爱 因为我觉得说 比方说爱慕的一个女生 她结婚了 或说有很稳定的男朋友 那时候就基本上可以断了 可以当朋友 那当朋友 当她又有小孩的时候 又比朋友亲密一点 因为我知道那个女生 面对一个baby 成为一个母亲 不是因为知道不可能 是她成为一个母亲 她是如何爱她的小孩 那我会很心想 也想帮忙她来爱她小孩 比方说会去 探访 看到一些好看的童书 什么东西 你倒是乐意了 你没考虑人家那位 高兴不高兴 你很探访 我觉得 我听着不太对劲 是吧 我的非常有大爱 生育问题不是不值得谈 今天咱们 谈这个火星这个话题 之前我看到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 我们担心的问题 终于出现了 枪枪三元 我记得在十年之前 我就预言过今天了 光棍社会要到来了 你知道吗 现在这言之作作的 发出来了 这个到去年年底 光棍已经有三千多万 就是男女的 中国还是全世界 中国 早就有人预言过了 就是现在是人家西方爆开 也发表文章 就是到2020年 你看我们是什么局面 光棍会四千万 而且这个光棍 大部分在农村 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偏僻的地区 整个村是光棍村了 我们河北就采访个老大娘 老大娘到北京去做保姆 为了什么 就是他们村 就是娶不上媳妇 说现在媳妇太金贵了 要什么三斤一想 你这什么叫三斤一想吗 什么呀 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乘三斤 一想就还得来一个汽车 你才能够摊上一媳妇 这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例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一直就是一百一十六个男的 一百一十五个以上的男的 对一百个女的 所以这么积累下来 那么症结所在 人们分析 你这哪几个原因呢 就是想生男孩 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 再有一个就是性别鉴定 性别鉴定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人流 你知道很多 这是同一件事 对 我早就说过 不光我早就说过 莫言也说过 就是说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确实是为世界做了牺牲 这也得承认 可是对于咱们这个社会来说 你没想到 这个计划生育 它对于人的很多想法的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比方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让我们全中国人民都觉得打胎不算回事 对吧 就是打胎根本就挤一起的 就是打胎不算什么 可是比如说 这在一个西方国家自然生育的国家 可能打胎就本身就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就变成什么呢 生了一胎之后 下面如果怀的是个女孩 很多农村里的就会选择打掉 把他做掉 那你说光光多了的意思是 让他们都要打发去哪是吗 四千万 是零的叫 他们叫挤出婚姻 你知道吗 到2020年 其实不用2020年 到现在就已经有三千多万的 你要这个小伙子 你被挤出婚姻 你知道要去哪是最好吗 去俄罗斯 真的我有一次听那个 俄罗斯前副外长 真的他亲口说 他就他说 这个俄罗斯的女的特别欢迎中国的男的 特别是在边境上 这个通婚特别多 他们强烈需求他们要过去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俄罗斯男的喝酒 打老婆 说中国男的相对比较温柔 他们特别欢迎 这很有市场的 没错 我早就想去了 结果他去了澳门 他没去喝 俄罗斯太远了 澳门算 太冷 南北都去嘛 以前台湾有一阵子也是 在90年代 后来就我们都知道出现什么 越南新娘 对啊 买卖 现在也有 对啊 就一直持续 你问题没解决 一定是持续的 所以除了去俄罗斯 也把什么东欧 中欧的女人 娶回中国嘛 还有往南走 只要农村的经济 能力比较好 就会往南走 把越南 可能再下来缅甸 什么 那些女的就去 但是以前中国人 还有一个就是说 即便他到另外一个国家 比如说做劳工也好 干嘛 他去了 他的本土思想就很严重 还想回来娶老婆 我最近看到过一个例子 说在那个古巴 以前华人去了嘛 一开始的时候 古巴人也排斥 跟华人结婚 然后华人呢 也不愿意跟他们结婚 到后来没办法了 他去了就很长时间了嘛 然后跟当地女子去通婚 结果生下来呢 那个特别漂亮 就是说 而且他是不能娶到 当地的那个白人女的 都是黑的 那么他们黄种人 和黑的黑种人 就是说在一起 然后他们是那个 那个混选儿 在古巴是最漂亮的 结果一下这个就变得很流行 他觉得这反而是好 所以小军军就后悔 加了一个白人 当初应该选 选一个黑人 咱们应该推出一个 光棍移民俄罗斯的自由 对吧 让我千万光棍 改变他们的人种 哎呦 俄罗斯姑娘真的漂亮 我跟你说 就是上次我们去深澳的时候 就去 我是深有体会 女多男少 哎呦 而且那个瓦达斯卡是什么的 又一个个的那个 从莫斯科大学校门口走出来 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我这个 就我国反正住那的一个什么人员 就跟我讲啊 就是 就说 一杯啤酒 一枝花 你就能够搞定他 你在中国什么三斤一响 你倒人俄罗斯 对对漂亮是漂亮 我去看很漂亮 唯一问题是太高了 我一抬头看 只看到他们一窝 一毛一堆 太高了 唯二问题是什么呢 是 这个到二十多岁之后 他就不那样了 你知道吗 这玩意也是哈 那是吗 当然咱们不能歧视是吧 这个不我们都听到 我是会受回去的 没有没有 哎呃 咱们还是就是讲点这个跟人类命运 光棍去火星 哎 可以吗 你这个想法不错 要去干嘛 问题是去干嘛 不都说男人来自火星吗 对 哪来哪去 女人是来自金星还是 对女人来自水星 女人来自金星 男人来自火星 你想过没有 四千万精壮小伙子 要是把他们发到火星 移民火星了 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学 这个社会会怎样演进 你考虑过没有 单一性别你说呢 会怎样演进 那个繁殖是一个问题 可是不管去火星还是内地 那个看起来唯一方法 没有方法 因为去火星还早 这要开始推动教育 鼓吹大家搞同性恋 而且不远了 那公共没问题 搞同性恋 大家爱大家 现在有社会学研究 就是会导致 比如说买卖婚姻 就更加蓬勃的出现 再有一个也有同性恋的问题 那最后实在不成了 我看北京地铁演了一出戏 你看了吗 什么呀 一个男孩子 向另一个男孩子跪地求婚 但是这男孩子也不戴戒指 你这看就是捧了个手表 大家全车 车厢抱在一起 就求婚成功 那不挺好吗 感动感受 所以为我们的光棍社会 找到了希望 是吗 火星移民 火星不远了 就是原来不是推出过一个计划 说2030年就可以去 还有很多人报名 中国人当中也不少的 但个问题就是说 你去了 他说你就不能回来 而且告诉你是 他们当时的一个发现 就是在在这次发现有水之前 他们的一个发现说 你上去之后68天就会没有氧气 对 你去不去 一天也没有吧 有说是 对不对 他可以给他运送一些东西 但之后就是说68天以后就没了 回不来 咱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美国美国太空总署 又掉了一次胃口 说这是考试 人的什么登陆火星 登上火星什么 还是什么50周年 他这么个日子 选择发布这个新闻 看火星上面这个线 有流水 液体的 液体流动的 这个纹路 这个线 你再看 而且说盐水 卤水 可以做豆腐 对 卤水豆腐 火星盘卤水豆腐 你看这个线 他们分析就是含有什么 高氯酸盐的那种溶液 至少有流动的液体 有水 就是有流动的水 夏天就有了 夏天就有了 你看 这是流出来的 这说明 再接下来一步 很可能就有微生物 对 它有水就能提炼出氧气 也能有水 也能有水 你知道 在这个太空宇航来说 这个什么尿 这个什么吐沫 你任何一点 你的水分 都会被重新 利用 所以即便是这个卤水 它也好过将来 你从地球带水上去 因为它可以采用一些 加工处理的方式 总能提炼出水 所以这个重要吗 家伙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 那当然 他们最近那个公布 也有人说 是不是替一部 美国片做行销 火星任务是吧 一模一样嘛 就像刚刚你说回不来 它主要是讲一群人去火星探险 后来走了 切退了 其中一个人 意外的好像被一个东西 一个机器打中 在那边 大家走了 以为他死了 死了嘛 也没办法把他尸体运回来 结果他没死 几天之后 就一个人楼在那边 你可以想象吗 剧情这样开展 一个人楼在火星 没水 后来不晓得他怎么解决 这个时候 来美国LASA就公布 什么有饮水 什么什么 完全配合 对对 那它是电影未卜先知吗 电影我觉得是这一阵 关于就是太空的片子 特别多嘛 可能美国太空松鼠 已经被好莱坞收购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raluch vide 这叫季节性波纹 就火星上的这个 是一个以前一个本科生 在做实验的时候 他最早就是就他发现的 然后大家再去研究这个东西 不过我觉得啊 就说这个人类现在在火星上 整天这么搞搞震啊 我不禁想到这个科幻作家刘慈欣 他可能忧心如焚 为啥 他不是最希望看到这一幕吗 不是 我感觉啊 这个刘慈欣呢 当然我不认识人家 但是呢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抑郁症 为啥 没有 不是 这个聪明的人 往往是忧愁的 这个正像我们愚蠢的人 经常是快乐的 你知道他很担心啊 他 我前几天 我最近刚看完他的这个三体的小说 我特别喜欢看 看得非常过瘾 你知道吗 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非常 这个人是个思想家 这个人不要小看他 他是个思想家 他好像很多不是讲技术 他还讲人性 好多东西 特别有意思 而且一般人就说 他对人类太高冷了 就是在他的这个三体世界 科幻世界里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天地不仁 就是说 站在某种宇宙的角度看 人类这种文明算个什么 一样的自生自灭 对吧或者面临危险 而且我看美国人拍的那种 那个科幻片啊 你面对什么外部生物入侵也好 怪物也好 他们最终总是以人的什么勇气和爱来战胜 刘青告诉你是以人的自私和撒谎来战胜 到最后就是因为那个外星生物 他的 他这个三体人在聪明 他们的质子看不透你在想什么 而只有人会骗人 就你说一套做一套他才能赢 他这个就实际上代表一种悲观的态度 悲观也可能就是慎重的 就是其实他这个想法啊 连霍金最近也这么想 就是哎 你会让你的孩子没事上陌生人的大街上 随便跟人沟通吗 就是说在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外星文明 当然刘慈欣不是疯子啊 他知道科学和现实是有 科幻和现实有区别 但是呢 假如真的有的话 你整天通外边发信号 你这什么叫黑暗森林呢 黑暗森林就是森林里都是猛兽 他们是什么道德 就天地不仁呢 他跟你的道德观 他为什么是有爱慈善的呢 在他眼里 哎 你整天冲外边发信号 或者在火星上 你知道那文明在旁边瞅着你 一巴掌把你抽走了 他本来不来嘛 霍金说他可能不来的 可是你的发信号 你就把他惹怒了 我就把他吸引来 或者他本来不知道你在哪 他也在找 结果你一发信号就找到你了 你就把他吸引来了 听你们这样说 我真的要去看看三体 因为我很蛮小气的 一直看明知道是好作品 很伟大的作品 文人的这种 没有我怀恨在心 因为前两年香港书展 请刘先生来香港演讲 然后我也是香港作家 也演讲 我们好死不死 还是好歹 反正这是刚好 同一天 同一个时段 而且是在两个房间 就在一左一右演讲 我本来那个演讲 有一千位听众 被刘先生抢走了五百个 那你就跟他一起讲吗 过去两个病人一起讲 然后那个那个 他在旁边五百个 我这边五百个 我就跟听众朋友说 我说本来那五百个是我的 怎么被他抢走 本来他有一千五百个 后来坐不下了 才来你这五百个 对对 哎军军 你还会我对你这么好 赶快去深 没有没有 我是比较喜欢刘慈欣的了 这个就是他这个书 其实因为他是一个 技术上特别过硬的 他写里面很多这个原理啊 技术这些东西 我以前呢 我就就刘慈欣 我没有那个见过他本人 以前我在那个新华社的时候 我有个同事叫韩松的 他也是中国一个 他也是科幻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们那些人 就特别好玩 就他白天在写那种 什么中国什么GDP世界第二 然后到下了班 就开始写地铁里面 来了那个外星人来绑架了 就写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就他那他那个人的气质 也是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他们永远长得 特别年轻那副脸 你看他那个脸 就不变的 你看他那个 他那个脸啊 这个这个人表面上 给人一种木讷的那种感觉 他他很能说的 其实是大刘很能说的 但是就是 所以我就说像他 这个过去的三体 很多人迷这个嘛 我是也是他得了奖 我才开始看 然后呢 我就发现 你知道过去听说过 有个人大代表 甚至于在提那个人大提案 就是要人类要防备 这个三体文明的 真有这个 入侵 我听到的 后来你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我听到的说法 就是什么 在这个刘慈欣的 这个三体谜里头啊 有一个确实是人大代表 这哥们呢 看了这个确实是忧心如焚 然后见到有一次见到刘慈欣 跟他认真的探讨 就是这个三体文明 要是什么时候真的入侵 咱们地球或者中国 说你觉得我要不要这个给人大 就做一个提案 结果刘慈欣没有反对 他的现在这个三体谜里面 有好多特别怪的人 就说 不是 甚至我见到刘慈欣 接受一个网 一个访问 我前两天看到 他是真 他认为 他认为习主席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中宣部最近不是表扬他这个了吗 对 他认为就是说 哪怕 你说有没有1%的可能性 你作为一个国家 对于外星文明 有可能对你的恶意入侵 或者说有一天遭遇 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预案 没有 那国家作为一个有高度 有远见的国家 那当然要有看得远 要准备 可是里面可以有两种心态 政府的民间的 像美国除了科技发展 甚至美国的太空探险 我们都知道 背后是整个军事工业在推动 还有科技工业 星空大战 他写的里面一样 是海军改的太空舰队 没看他的作品 我一直说 那国家当然是要有这种遇见 甚至解决地球的问题 另外一种是民间的慈悲 因为像你说 他还有你的朋友 白天当记者 晚上写着 这个不陌生 在美国很出名的作家冯内国 写第五号屠宰场的记者 也是白天写写写 晚上写那伟大的小说 好几部像海妖 也是讲 人类被火星人抓去了 抓去之后 刚开始那么狂妄自大 后来被火星人教育了一番 他才整个人改了 充满了慈爱等等 回来就改变了地球 还有像第五号屠宰场也是 外宇 时空穿越 外星人 外星人来到 抓了那个人 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外星人去访问了 135个星球 很奇怪 只有你们地球人 整天关心自己快不快乐 整天问自己快乐不快乐 那地球人就有反省 所以我意思说 政府有政府的动机出发点 民间可以是慈悲 你知道现在这个民间是什么吗 他的现在在民间 就是最多 最有影响力推荐他输的人 是那帮商人 什么马云 还有那个做小米的 那个叫什么 这帮商人都在传 我觉得是什么 他们是看到什么呢 他们把这个黑暗森林 这些当作一种 这个经商的哲学 你知道吗 就特别好玩 我觉得什么理论 什么哲学 到了中国人这边传承 都是后黑学 他们在研究商场上 我怎么跟我的敌人去 对 对 很奇怪 这个什么 有个你看北大李灵教授 就说我去跟你讲 孙子兵法 就是一帮商人在这 哎呦 商债 对 他们就都看成后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根据这个佛教理论推断 我觉得这事快了 因为这个按照佛教的理论讲 有感必有应 就是你现在以刘慈欣为首的 这么一帮人 整天的想这事 对 也不是以他为首啊 就说 找什么外星文明 火星生命 你就你就干吧 你干干干干干 真的就来了 来了 那咱们是什么 就很难说了 据据他那个书里面写 不是即便来 还得有两百多年 才能到这吗 得你的第十几代以后 那不管怎么说 他 我觉得他说 还有个好玩的 就是说 其实他也说到各个国家 也都是在准备嘛 而在那个时候 你看起来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 大家就全世界的人统一去 去防御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个刘慈欣很好玩 他自己引用过一句话 叫火星上没有流利瓦 就是说 火星上就不要谈 这个国家是什么 就是没有中国 也不分这个中西啊等等 但他书里面写的好多东西 我觉得就 我觉得他挺国家主义的 就是比如说 跟这个外星人打 总指挥必须是讲普通话的 然后是扣着一个八一军帽的 然后里面讲他所有的 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大家看的是百家论坛 百家讲坛 然后就是什么中国的东西啊等等 就我觉得 如果你说真的把所有人 送到那个火星上面 我特别想知道 他们在火星上 又原有的好多 他们的那种概念 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就他以前的受的教育 那种概念会能一下都抛开吗 还是那套东西会重新建立等等 我不知道 很难吧 你假如在一个真空状态 他们是这样 问题是你去火星 不管是探索还是移民 科技在谁手里 就谁说了算了 科技在美国手里 你说美国人怎么起来的 就是美国一帮这个流氓 也不是流氓 就是那些那个流民啊 去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吗 他那个船上 你想本来 其实大家也分 就是贵贱也分 有等级 到那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 五月花号 对 他当时那个船上还有什么 也分有船长有什么 但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不分了 就所有的人都干同样的事情 有一种情况 因为所有人手里都拥有 差不多相等的武器跟工具 当时拿一把小舱 拿个刀 我砍你 你砍我 大不了你也有两把舱 我有一把舱 现在去火星 只要老美有东西啊 俄罗斯有没有 俄国好像也有 然后你你那个全部那些 欧洲人 对 它是高科技的东西 在掌握在他手中 没没得打 哎呀 你想 四千万中国光棍 火星人民共和国 建国 他们里面 就要来到地球上 抢你们的女人 对不对 哎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宇宙 是那么样的神秘 嗯 可是人类一发现一发现呢 都在解除这个神秘 你比方说 咱们登上月球了 后来我发现 哎 大部分跟地球上的元素一样 怎么讲 火星也是一样 什么高氯酸盐呢 就是 你你你知道吗 就就你就知道 我们是 就是我过去 你没探索到 你就以为 那是个什么东西造的 一定跟我们很不一样 其实我现在发现很相像 就宇宙 就我们发 仅看到的这个 这个范围来讲啊 呃 很重复 要照我的感觉 很重复 就是月球的物质 跟地球的物质 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温度差别 对 那个差别很大 就火星在夏季都很冷 对 但是它组成的这个元素 这些成分 你看没有什么 对啊 所以就为什么中国人命名 它是金木水火土吗 金星火星那些 都是以中国的那些 怎么 那个几大元素来命名 而外国人为什么管它叫 什么那个Vernus 然后Mars那些 也是跟他们的神话 火星是战神吗 你知道这个杨战宁 他就是现在到了九十多岁啊 他就回答一个问题 他就说 我一直觉得 就是越来越觉得 整个宇宙啊 好像是被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方程拐着 千万光年不出例外 他说这件事让我觉得啊 特别 绝对为你播出健康新概念 甚至是害怕 他是爱因斯坦的说法 爱因斯坦的概念 到最后就是他 我会听到 这个人也会听到 我会听到 这个人会 是在那里面的 他就能不能给你 他来到 我会听到 我会听到